中备军对你提到了吗 这些有在拿出什么试证吗 这年有认罪吗 这个书写签字文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十个月听起来很久但是 十个月听起来很久但是对心理受伤的我来说很短 我到现在还是会被突然靠近我的人吓到 然后也会还是在晚上会做了梦 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 他毫不避讳的在电视台跟我出席一样的通告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我认为他在挑战我的底线 他在测试我身为被害人但是同时也是公众人物 我敢不敢站出来挑战他 我觉得浪出那些事情反正我就受害了我们是他 对我们的关系也是受害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事情 我完全明白你不要觉得我完全明白是不对的 我其实都想跟你们道歉但没关系我知道你们要的东西 我先写给你们你不一定满意不一定满意再跟我说 当天发生的事情我已经都如一的写在脸书里面 所以之后就是稍后细节我不会再赘述 因为我不愿意再回想 然后坦白说那个书写签字文对我来说 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十个月听起来很久但是对心理受伤的我来说很短 我到现在还是会被突然靠近我的人吓到 然后也会还是在晚上会做了梦 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起来 那些说我在盘算政治红利的人 我想问问你们 如果你们自己或是你们家人受了这样子的伤 多久复原算快多久复原算慢 我自己在选议员选立委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那请问现在我又需要吐些什么 真正会在这个时间点说出来的原因是 我刚刚给各位听过朱玄在律师事务所的时候 各位可以听出他的语气跟他平常讲话的落差 他一度让我相信他愿意真心的悔改认错 我在去年八月事情发生之后 我没有向他要求任何的赔偿 我只要他从此以后承诺不要再靠近我 因此他在律师事务所里面写下的切捷内容 就是他会尽一切可能远离我还有我的家人 避免造成任何困扰 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 他毫不避讳的在电视台跟我出席一样的通告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我认为他在挑战我的底线 他在测试我身为被害人 但是同时也是公众人物 我敢不敢站出来挑战他 我觉得他在测试我的底线 于是一次两次之后 他不但跟我继续通台 出现在我的面前 而且他还当着我的面 谈论他最不应该谈论的性骚扰议题 而且当他发现 他被制作毫不知情的制作单位安排 座位就在我的旁边 最后一次录影的时候 他的位置就在我的右手边 就在这么近的距离 他若无其事地坐在这么近的距离 谈论他最不应该谈论的性骚扰议题 于是在那一天我下定决心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在忍耐的 一个不知悔改 违背自己切解内容的人 有什么资格谈原谅跟谈大道理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上个星期四 把整个事件经过 在十个月之后写出来的原因 我要再一次问各位 十个月算长还是算短 每一个人都没有一样的答案 但是我就问问各位 如果是你或者是你的家人受了伤 多久复远算快 多久复远算慢 只要大家自己这样问一问自己 就不会再有一些奇怪的评论 或者是猜测了 我只希望这个事件过了之后 台湾能够变成一个更成熟的氛围的国家 我们当以后我们 或者我们下一代 在谈论这样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的眼中只有是非 不再会用政党去评论 去分界这一切的事情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做更善良的人 遭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中佩军 揭露借酒一两度抢吻他的名嘴朱学恒 12日午间抢在中佩军出面召开记者会前 突然透过脸书再度道歉 无限期停止所有公众活动之外 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及法律责任 朱学恒还说 自己已主动对台北地检署告发本案 面对司法侦查 及以其对当事人及社会做出补偿 案已经台湾台北地方地检署收案 对于朱学恒告发自己负起所有责任 钟佩军在记者会上通批 非常可笑 毫无回忆 我竟然又听到 朱学恒跑去告发自己这么可笑的事情 这又再一次的证明 他真的是毫无悔改之心 我很天真的以为在这几天 他起码可能会试着 透过我们共同的朋友 试图表达他的歉意 或者想要弥补的意思 但是非常遗憾 我再一次得到他的讯息 是这种毫无回忆可言的去告发自己 说起来也不算告发自己 他用避重救星 所有法律界的朋友应该都看得出来 他用的字眼非常的谨慎 小心在切割 表面上好像 想要对过去犯下的错误 表达什么回忆 但其实没有 今天我会站出来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毫无悔改之意 同时又让我发现 他还不断在做一样的事情 今天他去告发这个动作 我只能告诉大家 如果他真心悔改的话 他早就已经去自首 他早就已经用更具体的方法 跟我表达歉意 而不是浪费资源来演这一出司法大戏 而台北市议员苗伯雅揭开朱学恒的盘算 他表示告发和自首的意义和效果完全不同 如果朱学恒真的如他所说愿 负起所有责任 他应该自首 苗伯雅说 朱学恒的告发不自首 实质上的作用 是把被害人拖上法庭对打 让钟佩君在被动的状态下 又被朱学恒的法律战二次伤害 他解释 经常看到有人对控诉者 提告诽谤 以自清 提告诽谤 是对自己清白的表态 在法治国家 必须尊重每个人捍卫自己的权利 同时我们也知道 提告诽谤就是否认到底 跟深具回忆是完全矛盾的概念 如果朱学恒一面说 愿负责任 一面 提告诽谤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矛盾 所以 朱学恒的告发不自首 把法律举证的责任完全转嫁到钟佩君一方 这不是 怨负责任 更是暗藏 推卸责任的用意 二度伤害钟佩君 如果朱学恒要以送指棒 他大可以提告诽谤 但以钟佩君手上有的证据 诽谤很难告成 会害自己反备法院认证 因此玩弄 告发不自首的程序 让钟佩君负起较高的举证责任 看看自己能不能捞到一个不起诉处分 另外 钟佩君更表示 有其他的受害者 而且情节轻重不一 若检查机关认为 有必要接下来会在确定保存他们 被害人 各自的情况之下 逐一如实的向司法机关揭露 我非常明确同时负责任的告诉各位 有其他的受害者 而且 情节轻重不一 有人遇到的状况跟我完全一样 有人遇到的是言语跟肢体上的骚扰 但是我不是他们 而且我要保护他们 直到他们愿意自己出来讲的时候 我可以陪着他们 但是这一切在接下来进入司法程序之后 如果检调机关认为有必要 我会在确定保全他们各自的情况之下 逐一如实的向司法机关揭露 脸书粉砖,兴趣时然的路人 总结以上表示 若是在近半年内朱学恒还有再去信骚其他人的话 那他其实还是有可能会被法律制裁的 有理由 那你 不根 curious 空陣